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串串金 串串金 今年很贵 年年都买的 为什么你喜欢这个花呢 因为我出来有金 黄色有很多金 是的 这个是家乐花 这里最划算的 最便宜最多的 这里选择多 不过很多都是说普通话的 不过不知道在哪里来的 鲜花代表着美好和繁荣向上 希望在新的一年 大家的生活也像这些鲜花一样 甜甜蜜蜜 蒸蒸日上 现在我们来到了寻找香港年位的第二站 这里是位于香港九龙的黄大仙词 也是被香港市民视为新年祈福的第一词 据说黄大仙有求必应千文理念 所以每年初一的一大早 甚至是临时刚过 这儿就会排满了前来祈福的第一批市民 所以这也是香港最有年位的地方之一 下面就随着我们的镜头 一起来探索一下吧 黄大仙词 全称赤松黄大仙词 或瑟瑟园黄大仙词 是香港的一座著名庙宇 主要供奉东晋著名道士黄初平 此内建筑按左龙右凤克五行属性而新建 充分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还有不少善良信仰 会去祠内参拜月朗 希望千里姻缘一线千 祠内香火极盛 前来求神祈福的信徒们 常年落益不绝 烟雾弥漫的焚香 求签筒的沙沙声 不断有香油前注入的功德香 一切都寄托着每一位来自的市民 最诚心的祈愿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港岛一个非常繁华和非常有特色的街市 皆是以钉钉车从中穿过而注明 因为路上不满行人和商贩 电车时来 司机必须不断响着钉钉提醒行人躲避 载人超中缓缓前进 最终到达北小店处总站 村庄怎么样说有历史 他这一城都六十多年了 有一点多了 有点多 特色就是附近的小石 因为这条街都是闽南的比较多 闽南比较多 然后要去闽南的大部分都跑到这边来买 比较集中是这样 其他地方虽然油但不那么集中 买一个买一个店大部分都有闽南的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的春阳街热闹非凡 年味十足 大家都在忙着采购年货 有火红的灯笼 各色的鲜花 还有琳琅满目的小商品 实在是太有气氛了 今日导报在这里也祝福大家 在新的一年 红红火火 幸福安康 吉祥如意